哈喽大家好,我是戴尼去看非洲 看一下 这只小狗长得也这么大了 已经开始拆家了,把它双起来 还要跟它做狗笼子 方便一点,平时把它关起来 晚上可以把它放出来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我们做的狗笼子怎么样 把它放出来看 跑得欢得很的 这就是这个狗笼子 刚刚差不多完工了 正准备抬过去的 这是这两个汉弓啊 汉弓的 还有一个门,这还可以啊 这个钢筋的话 就是工地上面的 有点 有这么大了啊 绰绰,两只应该都够了 跑了 这个现在还小了一点 来,放这里 刚刚刚就直接穿出来了 嘘嘘 大 估计大一点才行 不过刚好差不多 放上面好像有点宽了 到时候放一个合适的地方 挂到这里了,看你怎么办 现在套在这里 应该盖面上 还是盖个什么东西 下面应该放一个 噓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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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噓 啊,这里还准备搞点那个铁皮 给它们做个盖子 确实防水防太阳的啊 他们这种炭工的话比小工还是要高一点工资 正常情况有一万多 差不多有三十来块钱一趟的工资 你看这里只热太阳的下面 一会儿就热都不行了 还是把这个放在这墙边 不管早上下午这还是可以挡心嘛 我现在太小了 会钻得出来 这过段时间长大了把它挂进去了 还行吧这个 这个不知道什么品种 不过他们都说估计长得比较大 等长大了以后看是什么情况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